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家园交易者们所关注的7月 加拿大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会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发布 6月 年通胀下跌0.3个百分点 主要是由于油价的下跌 然而 食品价格上涨 核心毒素有所上升 8月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预估值将会在下午2点钟发布 7月份该指数出人意料 反映出了对于消费者个人财务的乐观态度 以及对医疗保健和税收政策进展缓慢的沮丧 我是杰西卡沃克 以上就是8月18号星期五的经济日历 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一的相关概述 再见